二手车怎么玩,劝你先看入坑指南 今天我们来聊凯迪拉克ATSL 段子和卖点一样多的后驱豪华车 它一举拉低了凯迪拉克车主的平均年龄 在我们的心目中,ATSL也许不是一款伟大的车型 但可能是凯迪拉克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款车 无尽你的钱包,我要开始劝你入坑了 凯迪拉克ATS最早是以进口的形式销售 顶配甚至卖到了40多万 那时候哪有什么玉皇大帝的说法 人家的品牌形象还没有拉垮 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豪华 各路竞品都要被它吊打 它外观设计非常的紧凑运动 出手就是400牛米峰值扭矩 280匹的峰值功率 布雷伯代工的卡线 高配版还有后桥LSD 可以这么说,ATS就是要把3C条罗马下 当然,雷克萨斯IS没有条罗3C 武装到牙齿的ATS 咱往下慢慢看 既然说ATS它武装到了牙齿 那么人家的配置自然非常好哼 美系车嘛,要是配置都说不过去 那就真说不过去了 其实豪华品牌顶配车配置高 那稀松平常 但我们要看最低配 盖中盖的ATS-L 它的配置 对不起,那个配置不能叫高 而是叫怪 你说这个低配车没有倒车雷达也就罢了 但凯迪拉克愣是给舒适型ATS-L 配了无钥匙进入 有无钥匙进入 但是没有倒车雷达 这你能说得了吗 而且凯迪拉克配置的名称也是够奇怪的 豪华领先精英时尚技术舒适 除了豪华型 我知道它可能是个高配款 其他的我都弄不明白 字面意思之后的配置高低 举例来说 舒适型是凯迪拉克的盖版 但是在奥迪那儿 这就是次顶配 而在自家兄弟别克那里 精英版配置最低 但是ATS-L的精英型 是仅次于豪华的中配 人家还带boss音响的 肚子疼就喝热水 车卖不好就加成 ATS-L进口到国内一年之后 上汽通用就国产 并且加成了ATS 当时童年款的长轴宝马三系 或者奔驰C级 起价要32万多 国产ATS-L上来就给你个王炸 最低配指导家 直接干到28.88 跑到塞斯店 还给你大把的优惠 从那时候起 我们每个人身边 都多了很多 开凯迪拉克的朋友 而从2016年开始 28T的ATS-L 还换装了8AT的变速箱 此时再去想想 那个进口版 40多万的ATS 它是不是归过来 打掩护的 先进口再国产 价格来个小腰斩 我说的是ATS-L 不是Model 3 你去看一款车型的 对标车型 就能大致判断出 这台车的定位和属性 ATS-L给自己定的基调 就是超越宝马三系 不管是不是真的能超越三系 人家这个态度是百足了 凯迪拉克人家就敢说 无后驱不好谎 大后操这个事 ATS-L属实还明白了 比睿智还明白 睿智跟ATS-L一比 那就真的只能算是毛皮方 你看啊 ATS-L人家是280匹 纵制后驱 标配BOSS影响 波雷波刹车 这个诚意 这个堆量 风扣星期四看了都是摇头 而当你真正试过这台车之后 你就觉得 这一身的家伙事 ATS-L绝对没搞砸 如果说三系 是在一台运动轿车里面 加入了豪华元素的话 那么ATS-L则是在一台豪华车里 注入了太多的运动基因 车内用料非常高级 底盘调校非常扎实 你就是塞个1.5T配48仆 人家依然是豪华车 绝对没有争议 你百年的XXX是什么样 然而绝大多数ATS-L方向盘后面 那可是280匹400牛米的LTG发动机 与之匹配的变速箱 这次也是十分的给力 日常驾驶很平顺 但如果你身踩油门 它就会立即降到 尽其所能的把280匹的马力 全部摔给后轮 这时候你要做的 也就是尽量别超速 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这款车在诺诺是非常受欢迎的 根据我们过手无数台ATS-L的经验 这台车稳定性还算不错 就是变速箱油温充感器容易出故障 虽然不影响正常驾驶 但是烦人的狠 修好它很简单 更换变速箱油温传感器即可 少部分车子的后差速器容易渗油 换个密封电也就能解决了 至于动力总成 这个LTG发动机还真是十分耐造 只要不乱改 可靠性都有保障 到了产品后期 正赶上国五转国六 LTG2.0T发动机难以满足排放的要求 又赶上车型要换代了 所以ATS-L不得不全系清库存 有一些家里网速快的网友 总觉得那时候 ATS-L只要十四五万就能提到县车 当时我们还没有经受过 雪铁龙C6那样的洗礼 大家幼小的心灵 饱受震撼 我们有同事也不能免诉 看着网上的故事就去4S店问价了 结果找遍江泽户都没有十四五万的ATS-L 后来想着去找黄牛 结果黄牛也没了办法 说实话 我们搞不清楚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借此机会就问问大家 你们的ATS-L都是多少钱提的 评论区说说看 即便不考虑降价 ATS-L的性价比也是无敌的 2.0D400牛米280匹的动力 官方指导价还不到30个W 实际成交价更低 二手现在只要八九万就能拿下 除了这个车 而如果你预算充足一点 可以加点钱买车控不那么极致的精品ATS-L 差不多一年车龄 差价也就是一万块钱左右 配置高咱就适当再加点 ATS-L这个车 配置高的车员还挺多的 买起来比较简单 即便是到2019年最后一批车 现在也是15万左右就能拿下 你可别瞎吐槽 二手比新车还要贵 咱格局大点 你要真能租个时光机回到过去 能办的事情有很多 你可别只顾着跑赛斯店买一汇车 最后大家点个赞 我再聊点你们肯定不知道的 国五切国六那会儿 凯迪拉克不是换发动机了吗 之前是LTG 现在是LSY 但在玩凯迪拉克的圈子里 这俩新旧发动机都有自己的粉丝群 老的LTG粉丝看不上新款发动机 而新的LSY发动机粉丝 又觉得老款车太老 便虽然不是10AT 反正因为一个发动机 人家也能划分阵营 这也充分说明新旧两代机器 特点鲜明 都值得我们去试一试 尤其是ATSL用的这个LTG